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李渊却在突厥仅派五百骑兵驻战的情况下不怒烦喜 李渊和突厥的结盟是付出了大代价的 以至于不惜向突厥称臣 史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李渊是否向突厥使必可汗称臣 但是国学大师陈寅克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却说 不唐高祖起兵太原始 时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是谋主 后来史臣颇惠世之以至歧视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既然史书中没有记载 那么我们能否从史书中记载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迹象呢 历史背景 隋阳帝自南下江都以来 隋朝在北方的局势一发糜烂 在大夜十三年 仍然奉隋朝为正统的只剩下关中 若阳和太原这三帝了 关中地区虽然仍有重兵把守 但是随着薛举薛人搞父子占据梁州 大量的随军西调去镇压薛举父子 关中兵力空虚 洛阳王世冲虽然有反心 但是却被李密的瓦岗军压制的喘不过气来 也无力吸过 这就造成了关中地区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 如果此时起兵反随 正是时机 可是老练的李渊仍在犹豫 他在担心什么呢 北方的突厥 李渊作为太原留守 最大的责任就是抵御突厥 如果自己起兵反随 西攻长安 太原就会兵力空虚 一旦突厥趁虚而入 以太原区区留守兵力 是根本阻挡不了 突厥铁骑南下的步伐的 而且 突厥还扶植了代言人 封马医人刘武周为定阳可汗 刘武周本是马医阳校尉 对山西的地理形势非常了解 如果由他作为向导 引领突厥南下 突厥就会如虎添翼 除此之外 李渊还有另外一层担忧 那就是进攻长安一切顺利 还好说 如果战事不顺 突厥又引兵南下 自己就会陷入进退失聚的两难境地 所以说 李渊在反随前期犹豫不决 不是他不想反随 而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可是时不我待 战机稍纵即逝 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时机 带到随军击破了薛举父子 王氏冲击败了李密 自己即使想要攻打长安 也会受到关中 洛阳和突厥三面加攻 必败无疑 李渊为何要与突厥结盟 就在李渊纠结之际 刘文静向李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自治通鉴随即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 自其是蚂蚁一兵士 刘文静向李渊敬言 可不是像史书中记载的这样简略 他向李渊提出的方案 是要通过与突厥相结来 试探突厥下一步的动向 如果突厥拒绝 那就意味着突厥仍然对隋阳帝保持着幻想 李渊就不起兵反随 如果突厥同意 那就意味着在李渊起兵时 他们不会趁势南下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突厥如果同意 由他们豢养的刘武洲 自然不敢违逆主子的意图 擅自攻击太原 李渊就可以放心大胆的骑兵反随 李渊认为刘文静的提议很好 于是就派刘文静作为全权大使与突厥谈判 临行前 李渊反复叮嘱刘文静 对突厥兵马无所用多 否则 以突厥兵那种凶残的本性 一旦进入中原花花世界 那对于中原腹地的人民来说 就是一场灾难 李渊与突厥结盟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据自治通鉴随计 冤自为首起 悲词厚礼 以使必可汗云 遇大举一兵 远迎主上 赋予突厥和亲 如开皇之时 若能与我拒难 愿无轻报百姓 若但和亲 作受宝货 以为可汗所择 李渊最担心的就是突厥一面答应结盟 一面派大军南下 如果这样 中原市民会把李渊视为勾结突厥南下 侵害百姓的罪魁祸首 自己精心打造的人设就会在瞬间坍塌 历史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好在刘文静办事得利 突厥在此时又没有南下的打算 李渊算是逃过了一劫 据旧堂书记在 高祖骑太原 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 聘于使必 引以为原 使必遣其特勒康稍利等 献马千匹 汇于将军 又遣二千骑驻军 从平津城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了 不是五百骑兵吗 这么又变成了两千骑了呢 其实 这是大家不了解古代兵制的原因 古时候作战 每名骑兵 正兵需要配备三名府兵 突厥派来了五百名骑兵 每人配备三名府兵 正好是两千人 当李渊得知突厥 仅派了五百名骑兵的时候 不经一手符合 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就是这五百正兵 李渊也是把他们供养起来 根本不敢派他们上阵 其实 李渊也不是就缺少这五百人 而是借此向突厥传达一个信号 即自己和突厥是盟友 有困难互相帮助 同时 又向其他反王传递了一个信号 即如果你们敢于再攻打长安 这是打我的主意 突厥可是我的后盾 打我就是打突厥 可就是这五百名骑兵 给李渊造成的困扰也是够多的了 据旧堂数据在 即高祖即位 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史必自是其功 一交据 美浅使者之长安 颇多横字 高祖以中原为定 美幽容之 在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那就是李渊派刘文静去和突厥结盟的时候 突厥史必可汗 见李渊书信中写的是欲大举一兵 远迎主上 也就是说 李渊不是要造反 而是要举兵迎接随扬帝 以史必可汗这种老狐狸 哪里会不知道 李渊心里想的是什么 史必可汗也是个实成人 但李渊这一套很不感冒 造反就造反呗 还来这么多花活 据自治通鉴随即记载 史必得起为其大臣曰 随主为人 我所知也 若亦以来 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 苟唐公自为天子 我当不必成属 以兵马驻之 史必可汗 这就是要逼着李渊表态 李渊此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现在就打出反随的旗号 那势必会成为众矢之地 就会像杨玄感那样 遭到随朝强烈的反击 随朝可以容忍出身平民 和普通士族的人造反 甚至视而不见 可对于高级敌士族和官僚造反 他们却极其重视 随阳第二针高距离时 对近在咫尺的窦剑德 张金称是而不见 而对于远在洛阳造反的杨玄感 却极其紧张 甚至放弃二针高距离 也要消灭杨玄感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 这些高级贵族和官僚 都是门生孤立变天下 在朝内朝外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一旦让他们做大 对随朝造成的冲击远超过几个 甚至十几个反王 可如果不答应使必可汗的条件 就达不到与突厥结盟的目的 为此 李渊做出了一件掩耳盗铃的事情 随朝的旗帜是红色的 突厥上白 旗帜是白色的 李渊为了满足既不过早暴露自己意图 又要向突厥表示自己的臣服的目的 创造性的设计出了一种 红白相见的旗帜 看起来有点像粉红色桃花 可是李渊再怎么掩盖 也改变不了其造反的事实 李渊起兵后 虽然打着非婚利明 优历待王 匡复随势的旗号 但随朝军臣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渊自欺欺人的小把戏 根本瞒不住随朝那些酒精风雨的老臣们 在关中兵力不足的情况下 随朝仍然派出了全部主力 聚集李渊 使李渊一时陷入了困境 如果不是李渊未雨绸缪 早早的就摆平了突厥 此时不要说突厥南下 只要刘武周出兵 就会把李渊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结论 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 李渊虽然没有明确向突厥称臣的说法 也可能是史书故意删掉或没有记载 但从他对突厥的态度来看 突厥是有着胎上皇般的待遇的 这不能简单的以李渊为了感谢突厥而做出的让步来解释 定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但李渊还是有底线的 那就是虽然臣服于突厥 但是只要马匹不要人 李渊很清楚自己臣服突厥 就已经被世人们诟病的一塌糊涂了 如果再大批量的引进突厥士兵 那就会对本来已经破败不堪的中原地区 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 换句话说 只要是大量突厥士兵进入中原腹地 那就会使中原华夏地区彻底沦陷 这个历史责任是李渊无论如何不敢承担的 由此看来 反举大事妙算还是非常重要的 李渊虽然在污质上损失很大 在名誉上也被后世人诟病 被说成是隐一族进中原的第一人 中原化足像一族称臣的第一人 但李渊毕竟通过与突厥结盟 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为权力与随朝争夺天下创造的条件 为创建日后辉煌的大唐王朝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